好 好 好 那在讲完这个JavaScript的一些language的一些feature 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讲就是怎么用JavaScript 然后来跟你的这个网页 這個web page 或者是跟你的browser做一些互動 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JavaScript可以做到怎麼樣的功能 我們可以 我隨便挑一個網站 譬如說pata tape 我們看看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還蠻適合用來demo這個JavaScript 基本上load完就是個灰灰的網站 什麼都沒有 不過你可以看譬如說 我今天打個keyboard 有沒有看到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我再打一次 我再按另外一個key ok 所以我按下不同的key之後 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ok 這樣知道意思嗎 那當然你問我說pata tape 你可以用來幹嘛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只知道說 如果你想睡覺的話 你現在應該被驚醒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往下看 好 再講這個怎麼跟這個browser 或是跟document互動之前 那我們要先知道 有哪些object 是這個browser 主動提供給你的 ok 然後你可以藉由操作這些object 它裡面的method 或者是properties 然後就可以達到互動 ok 那在這個browser裡面 通常會offer給你以下幾個 常見的object 比如說你會有個navigator這個object 這個navigator這個object 主要包含了一些跟browser有關的資訊 這樣子 所以你藉由看這個 看這個navigator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可能在用的是哪一個版本的chrome 或者是說它用的是mobile device 還是這個desktop ok 那window的話我們看過了 對不對 window基本上就代表一個tape 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 比如說你可以去看看這個window 這個tape現在露得完了沒 ok 那還有一個叫做location的object 這個object主要放的是 你目前這個網頁正在看的那個url 那的一些相關資訊 比如它的host是誰 它的ip是什麼 ok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拿到 那另外一個呢 主要我們今天要講的 就是document這個object ok document這個object 它有一定的結構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不過這個結構主要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因為它太重要了 我們給它叫做 document object model 可以嗎 然後呢 它其實是一顆tree 然後這個root 就是document 那這個document 代表的是什麼呢 它就代表的是 html document ok 就是這個script連結到的 那個html document ok 那這個doom 是在做什麼用的呢 那我們在講這個doom之前 你可以用console 有另外一個 一個method 叫做dir 然後你可以pass 給它一些object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object 的一些properties ok 好 那我們就來做個實驗 好不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hellojavascript 比如說我想看看console 這個document 這個document 那這個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那這個時候你就打它 然後它就會出來一個可以折疊的一個選單 有沒有看到 那這裡折下去你就發現它有一大堆 這個properties可以用 可以嗎 那同樣的到你也可以對這個window做一樣的事情 ok ok 你就得到window這個object 你就看到裡面有哪些properties 你會發現有一大堆這個東西 對不對 哇超多的 那我猜你也不會想看 我把它關起來好了 不過在關起來之前呢 我們可以看到譬如說 之前的這個unload 有沒有看到unload 看看 找找看 有在這邊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會發現它現在是有被assign成一個function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main.js有去對它assign一個function 只是這個function現在是空的 對不對 ok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要了解這些object 它裡面有哪些內容 那你就打console.dir ok 好 那我們就先來講這個dom 好不好 為什麼叫dom 就是還蠻直覺的 就是說 你的html 基本上是描述不只是內容 還有描述element跟element之間的關係 對不對 誰是誰的child 誰是誰的parents 誰是誰的descendants 對不對 那這個關係 這個結構 在這個document 全部都被轉換成document這個object ok 然後document這個object 它裡面有一個root element 這個element底下 其實就去reflect 這一個html 每個element的結構 怎麼reflect 什麼reflect 就是它是一顆tree 那這顆tree呢 裡面的每一個node 基本上就代表著是一個html的tag ok 好 那如果是誰包誰的話 那就不要這個node 是放在那個node的底下 當成是那個node的child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有個body OK body底下有個h1跟a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看html裡面 有head跟body body底下呢 有h1跟a 可不可以 可以嗎 好 那當然這一顆tree呢 除了這個element 這個object 或是個class的這個instance 以外呢 它還有其他的內容 譬如說 這個animate如果它有content的話 它是譬如說這個a 中間夹著 這開始 opening tag跟closing tag之間 是有content的話 它還會有個text的node child node在底下 好 那這個text呢 就代表的是mylink 就是這邊的字 可以嗎 好 那如果某一些這個 這個tag呢 是有attribute 比如說這個a 有一個hreference hyperreference 那這邊它還會有一個 這個attribute的node 可以嗎 依此類推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結構 不過大家 讓你可以知道說 那doom 是在幹什麼的 這樣 可以嗎 好 那老師我怎麼從document這邊 拿到這個root element呢 其實 不是document.root 這樣 所以這邊我可能要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 它有一個property叫做 document. 好 叫做documentElement 不要問我為什麼這樣命名 為什麼不叫root element 就是這樣就對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代表著root ok 所以點下去之後你會發現 你得到了一個 html 對不對 然後裡面的東西是可以折點的 有沒有看到 就是跟 pars過後的source code 是一樣的 對不對 可以嗎 這個東西其實就寫 以前是在上面 有沒有看到 你知道上面這一區 其實就是幫你秀 document.element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好 ok 那你也可以直接就是 背上這個就一直往下走 好 那不過我們通常操作這個doom的方法 不是去traverse這個treat 這樣 有更聰明的方法 好 我們通常操作 用javascript操作doom的方法 就是兩個簡單的步驟 就是select 然後去manipulate OK 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已經看過這個code 好 假設今天的html長的是這個樣子 ok 然後呢 我想要把這個h1的這個字 不管它原本顏色是什麼 我想它變成紅色 這樣 那怎麼做呢 好 首先第一步我就是做select 所以第一行 在javascript裡面 你就可以說document 然後你可以call一個method 叫做querySelector ok 這個querySelector 會吃一個string 這個string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 css的selector ok 你css怎麼selecth1 這邊就pass什麼string ok 比如說我要找這個h1 那我就是passh1這個tag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match到這個selector 的那個element 就會被return 可以嗎 我們這邊寫成是el 然後這個element呢 裡面呢 你要去改它所有的 跟style有關的東西 通通都在style這個property裡面 ok 這個property呢是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object 裡面就有一個color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red assign這個color 然後這個head就會變成 這個h1就會變成紅色 可以嗎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比如說我們在我們的html裡面 我們先給它一些字 好不好 比如說hello javascript oh 太聰明了 ok 好 我們refresh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有個h1 對不對 我想這個h1變成紅色 怎麼做呢 好我到我的javascript裡面 ok 好 然後我們給它一個variable 好 我們做select 然後manipulate 好不好 所以我這邊呢 我可以calldocument 然後我可以callqueryselector 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了 對不對 好然後這邊我就可以pass給它 我的cssselector 所以你在css裡面 你要怎麼select那個h1 你就是給這樣子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一個match到的element 就被return回來 這就是我們要的那個h1 對不對 好然後呢 這個是我hello 我進到style裡面 好然後我把color 變成是 紅色 ok 好那我們refresh一下 好不好 等一下 稍打一個r ok 好 我們refresh一下 你會發現就變紅色 可以嗎 所以 基本上 這個做法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select 然後manipulate 可以嗎 那你就不用去traverse 去走那顆很大很大的dome tree 可以嗎 所以這個地方 你只要學過css的話 那現在好處就來了 你在教法書裡 你可以照本宣課的用 只是manipulate的方法不一樣 在css裡面 你是apply style rules 對不對 或是properties 那這邊的話你就寫call去操作它 可以嗎 好 那這個dome在做selection 可以有哪些選擇呢 比如說你可以做這個selector 那如果你select到 你給的這個css 如果你預期 它會match到好多element 那你不是只想要得到第一個 你全部都要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 query selector all 這樣子 可以嗎 那它就會return一個list 那這很像array 你基本上就可以去 去對它做index 這樣子 或放到for回圈裡面 ok 好 那通常這兩個method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基本上你配上css selector 你就可以做很loose或是很精準 然後各式各樣的selection 你要的element都可以被你選出來 那不過也有比較specific的method 比如說getElementById這樣子 OK 它就會你就這邊就pass id就好 那或者是getElementByClassName這樣子 那只要是符合這個className的所有element 都會被你選出來 然後存到個list裡面 你看到這個element有個s 有沒有 那通常你也可以是selectByTag 那這是給這個比較不懂css的人用的 那我們都很厲害了 所以通常我們都 都是用這兩個就夠了 可以嗎 那還有一些捷徑 比如說document的話 他知道你可能會很想看看這個url 目前是什麼 你就打document.url ok 那就是你現在的url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一下 document.url ok 那就是你現在看到上面的這一串 可以嗎 好 那也可以是document.documentElement 這我們剛剛看過的 就是得到rootElement 對不對 那你要拿到head的話也很簡單 這邊有接近 就是document.head document.body 就直接拿到這個head或是body 這還蠻好用的 連querySelect都不用下 那你也可以拿到這個document所有的leaks 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就自己試試看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select完之後 剛剛講過 下一步就是要manipulate 對不對 那我可以做哪些manipulation呢 好 所以我一旦把一個這個element select出來了 OK 那我可以做哪些操作呢 我常見的操作基本上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過 我可以進到style裡面 然後呢 對某一個style的屬性做更改 比如說我可以不只是改color 我可以改background color ok 我可以改border 那這個border 是一個composite property 就一次可以specify好幾個 這個property 對不對 比如說可以給它 0.25rem 你把它變成一個string 然後pass進去 就好像你在css game一樣 ok 那通常我們比較不會prefer 就直接改style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的是如果要改style 最好把它寫在css裡面 對不對 幹嘛要寫在java screen 這樣code不好maintain 對不對 那通常我們比較常用的方法 是去增或是減一個class css class ok 那class裡面呢 到底是要做什麼styling 那這個寫在css裡面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藉由這樣子 就把這個styling的code 就挪到css file 可是你還是可以 跟user去做interaction ok 所以要怎麼加一個class 減一個class 基本上就是element 每個element裡面 多個叫做class list ok 那你要加一個class 它的名字叫做someclass 你就把它add進去 然後把它remove掉 都可以 那還有另外一個很有用的 就是toggle toggle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classlist裡面 已經有這個class 他就把它remove掉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把它加起來 這樣 ok 那這個有時候還蠻有用的 就不用去寫個if else 這樣子 ok 好 那 還有什麼其他的操作呢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改這個element 裡面它如果有這個text的部分 我們會想要改它裡面的text 對不對 那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 點textcontent 可以嗎 然後你把它變成sometext ok 比如說我們剛剛選的這個h1 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我要把它裡面的字 換掉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可以給它testcontent ok 那這邊我可以給它 某一些字 這樣子 比如說 hello word ok 我們存檔一下 refresh一下 那你就會發現 它的字被我換掉了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如果你的這個element底下 有這個childelement ok 然後 你把這個childelement呢 當成是一個字串的話 你就會得到一個 這個一大堆這個HTML的這個 一部分的 的 document 對不對 就是 它的這個subtree 這樣 那你要把這個subtree 整個換掉 也可以 ok 就是用innerHTML 所以從這一顆node 底下的所有HTML 你都可以把它換掉 這樣子 可以嗎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我可以看看 就是 我可以用inner html 然後這邊呢 我可以給它的 不只是 純文字 我這邊可以給它 比如說 span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refresh一下 看不出差別 對不對 可是我們用inspector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span 有沒有看到hello 然後word裡面可以有個span 你就可以寫css 對這個字去做特別的一些styling 或是其他的處理 ok 好 好 那如果你如果是 這個testcontent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好我們來我們來refresh一下好不好 好你就會發現 這個東西呢 如果有html tag的話 它會被escape 然後直接就原封不動的呈現在這個內容裡面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字呢 有有關於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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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hello world的部分 就是原封不動的把它呈現出來 這個內容你可以自己把它打開進去看 好不好 好 ok 所以我們也會操作內容 那我們還可以操作什麼 我們還可以操作attributes ok 比如說我們如果今天有一個link的話 我想要把那個link改掉這樣子 然後我可以去get attribute 或者去set attribute ok 那get attribute就可以看看說 比如說這個h 如果它是a的話 是a這個type 我可以把href拿出來 我可以看看這個link link在哪裡 可以嗎 好 那set attribute的話 比如說它如果是個image的話 那我可以看看這個source是什麼 那我也可以同時呢 去set這個source 然後給它一個新的位置 那那個element裡面的image 就被我改掉了這樣子 可以嗎 好 那這個自己試試看好了 好不好 這個留給各位做個小小的練習 好 那這邊的話還有對form專門做的這個manipulation 好 那這個的話各位同學就請自己看了 好不好 因為這個字太多了 我不想講 不是 就是說 這個 應該是說你自己看就可以看得懂 這樣子 那非常的簡單 好 ok 那我比較想講的是這個 其實是 就是說 剛剛講的是說 你主動操作這個動 對不對 好 那可是 這不是互動 這個主動操作是 是說 你如果call要做些事 是你主動要做的對不對 可是 user如果做些事的話 那你的call要怎麼樣回應他呢 好 那這邊就講到了 event handling ok 這是另外一種 這個操作Doom的方式 那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之前看過 其實每個element 除了有剛剛可以操作的那些properties以外 好像style test content ok class list 他還有一組很重要的properties 他還有一組很重要的properties 就叫做 這個 這個叫做 event 就是event handle 所以每個element呢 比如說這邊我看過的 我們沒有看過的 就是el 這邊比如說有個unclick這樣 那如果這個element 那它是button 它是可以被click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有一個unclick的這個properties 這個properties呢 可以被assign成一個function ok 然後這個function 什麼時候會被call呢 基本上就是 當這個button 使用者按下去的時候 這個function就可以被call 可以嗎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去寫你想要的call code 然後跟user 去做互動 可以嗎 比如說按下button之後 你可以改一些內容 或是pop out一些東西 alert一些東西 告訴使用者說謝謝你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叫這個 把一個function 這個 它是被click 或是在某些event 發生的時候 才會被call的 那這個function 我們就稱它為是 所謂的event handler 可以嗎 那click 就是一個event 這樣子 onclick 就是說onclick 這個event 發生的時候 我要去call這個handle 可以嗎 好 好 那加一個handle 到一個event 到一個event 到一個event的property 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 你就直接call el 然後on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子 然後把這個方法 assign給它 那另外一種呢 是el.addEventListener 好 那addEventListener 的第一個 這個parameter呢 就是event 的type ok 那這個你可以用個stream 來表達 比如說click這樣 然後後面是接function ok 那這兩種呢 都可以讓你寫的這個function 好 當這個ellen被click的時候 然後這個方式會被call 可以嗎 那差別差在哪裡呢 各位不妨想想看 好差別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 你想想看 這個function是直接 如果 如果這個onclick有前面一個function的話 那你做這個assign 會直接把前面那個覆蓋掉 對不對 那可是這個不是 這個叫做addEventListener ok 它是add 不是replace 或是set 這樣可以嗎 所以如果前面有方選的話 你把它add進去 那這個 這個 element 當它被click的時候 兩個 這個handler 都會被call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 視你的需求 看你是要 是把其他人覆蓋掉 還是要 如果有的話 你還是保留 那就看你自己 可以嗎 好 那 這邊我們就來講 仔細一點 看仔細一點 當我今天在add一個eventListener 的時候 我要選一個 這個 event type 對不對 那你用set的方法 你也是要 你也是要選擇on 什麼什麼東西 對不對 然後去set一個function 那這個event type 我剛看過的是click button就有一個click 那其實在這個browser裡面 現在的modern browser 它提供的這個event 這個種類非常非常的多 五花八門 這邊有個link 你可以自己看 至少有300種以上 那比較常見的 比如說像context menu 這個event 那這個event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click 是按左鍵 那context menu 是按右鍵 可以嗎 好 那你左撇子的話 就相反這樣 那你也可以有mouse over 什麼是mouse over 其實看下面就知道 就是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這個 那個text 那你滑鼠移到它上面的時候 那移到上面的時候 那就會filemouse over 然後從它上面離開的時候 就會filemouse out 這樣子 可以嗎 那還有其他的event 比如說像double click OK keypress 我們按了我們某個 某個鍵盤的鍵 剛剛你在這個 這個potatype的時候 那個很吵的那個demo 其實它就是大量用到 這個keypress的這個event OK 那也有drag 就是拖曳 那from的話呢 也有submit 這樣子 可以嗎 那這個細節可以自己看 好不好 那到這邊的話 我選各位自己做一個exercise 好不好 那我這次不會再心軟 我不會再自己打了 這樣 你也請你務必自己 暫停一下video 然後自己用上面講的這些event 那做到這樣子的效果 可以嗎 看你會不會自己做一遍 好 OK 那我想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就往下 好 那我們剛剛講完event type 那各位如果剛剛眼尖的話 可能會發現說 我在define這個function的時候 其實我是可以吃一個parameter的 叫做e 那這個e是什麼呢 這個e其實就是一個event的object 好 也就是說呢 當今天這個element 好 不管是什麼type 這樣子 好 那如果呢 他被fire的時候 好 就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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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vent真的發生的時候 他call那個function呢 那browser還會多傳一個event object給你 這樣子 好讓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OK 好 那這個event呢 這個object裡面放的東西呢 其實是 看你前面的這個type不一樣 會有不同的properties 不過幾個常見的跟mouse 就是滑鼠有關的properties 我們列在下面 好 比如說 這個client的x跟y 這樣子 clientx跟clienty這樣子 好 那這代表的是這個event發生的當下 好 滑鼠的游標的坐標點 這樣子 好 x走跟y 好 那這坐標點是相對於這個螢幕的 就是這個window的這個左上角 這樣算下來的 可以嗎 好 那type的話呢 這個e點type 基本上就是前面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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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時register的event type這樣子 可以嗎 好 比如說mouse over這個string 或是click這個string 好 那還有你會看到三個target 這樣 current target target跟relatedtarget 這是什麼意思啊 好 那這我們等一下一起講 好不好 你還會看到什麼prevent default stop propagation 這不知道在講什麼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先從target開始講起 好不好 這個target是這樣子的 在講target之前 我們要先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event bubbling 其實這個event 發生的時候 它是會一直往上傳的 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這個例子 假設你在你的html 有個這樣子的結構 三個div 一是綠色 二是藍色 三是紅色這樣子 OK 那他們都是紅色包藍色 藍色包 說錯了 綠色包藍色 藍色包紅色這樣 可以嗎 好 那你從上面 如果從這個空間 這個這個高空 然後往下看的話 你會看到的是綠色在外面 然後中間有藍色 然後裡面是紅色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應該可以想像這個效果 好 那當我今天呢 按在滑鼠移到紅色上面 按一下 這個時候呢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紅色 它的這個click的handle 會被fire 如果藍色跟綠色 也有click這個event 的handler的話 那藍色也會被fire 藍色的handler也會被fire 綠色的handler也會被fire OK 而且他們是有順序的 是紅色最先 藍色第二 藍色第二 綠色第三 可以嗎 可以 所以這個event的fire 就好像bubble up上去 就從最底層 然後連著這個doom tree 漸漸的一直往上propagate propagate到哪裡 propagate到root為止 這樣子 可以嗎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只要有任何一個bubble bubble的過程 這個element 然後它是被register 一個click的handler的話 那那個handler都會被call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那這個時候就有問題了 比如說假設我今天 我今天 這個button 因為我在結構上的設計 裡面有這個藍色的部分 跟紅色的child 這樣 可是綠色看起來是一個button 那我到底這個register在哪裡呢 那你既然說綠色算是一個button 所以很合理應該是register在 綠色這個element上面 對不對 which is correct 你應該要註冊在 這個最high level的這個element上 那但是有時候你想要做 你的handler被call的時候 你想要區分說 那到底是這個綠色本身的這個element 還是說它其實是其他的element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怎麼區分這兩個element 其實是可以的 這個時候就要靠這個event object 就是你的這個handler 在被call的時候 不是那個browser會pass一個 這個event object1給你嗎 你call這個1.target 代表的就是 這個所謂的originate 就是你當時這個event 在bubble的時候 最源頭是哪一個element 可以嗎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的是 我這個register 當下所register的那個element 假如我register在綠色 我現在知道綠色是誰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在那個function 在handle的那個function裡面 either用this 或者是1.current target 這兩種方法都ok 那你就可以知道 它代表的就是這個element 可以嗎 可以 所以藉由這兩種 你就可以知道 到底這個originate是誰 然後current的這個element 是哪一個 你就可以做正確的這個操作 這樣子 ok 那不管在哪一層 那如果某一個handler 譬如說綠色這邊 在這個event handler的function裡面 寫了這個e.stoppropagation 那這個時候 bubble就不會再往上propagate 可以嗎 可以 所以stoppropagation 顧名思義就是 去stop eventbubbling 可以 可不可以 所以event就只file到綠色這邊 然後往上就沒有了 ok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event的這個handling的方法 好 那 這個 你可以 用程式去stoppropagation 那你也可以cancel一些event的action default的動作 比如說有時候這個browser 在某一些event發生的時候 它除了call你的function call你的handle以外 這個browser自己本身會做一些事情 你不用跟他講他自己會做 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你如果今天有個form的話 有個表單 那你如果按下summit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那個form 那個表單就based on action 跟method 他就開始送東西了 對不對 那個動作就是browser定義的 這樣子 這樣知道是什麼 那如果你想要說 送的時候我先檢查一下 如果檢查失敗的話 比如說裡面東西該填的沒有填 那我就不要 叫browser去做他原本想做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是這樣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先去ratch the form 給他一個event handler 是你寫的 然後呢你就 當這個event fire的時候 你就先對這個form底下的這些trial 先去做validation 這樣子 那valid如果都過的話 那就允許 那不允許的話怎麼辦呢 你就call 1.prevent default ok 那1.prevent default 的意思就是說 prevent default action 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 就這個browser 就不會去做他原本想要做的動作 可以嗎 那這邊不要跟這個event bubbling搞混 event bubbling 我們這邊call 1.stop propagation 是停止event往上去bubble 那1.prevent default 是去cancel 這個default的event actions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一些基本的這個盾